每星期都會邀請不同的嘉賓 討論不同的社會問題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立場 拆出不同的火花 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8時9時 有陳偉業和你論正一小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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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aquí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然後就去立法會的大會,用一個決議案的形式 就將那個政府架構的改造,賦予一個法定的地位 這個在當年曾蔭權改造政府的時候 三C十一局變成三C十二局都是這樣 你明白嗎? 另外就將那個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 加副局長和加政治助理 那個都是立法會用這個附屬條例的形式 你明白嗎? 所以他一定要等財委會撥款通過之後 他才拿去這個大會做決議案 但是也有一說 財委會未撥款,他都可以先偷步先通過決議案 你明白嗎?這樣來做 但現在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安排7月1日就要全身面目 由於政府架構重組成功 7月1日就五C十四局了 整個政府架構就變成這樣 然後相關的部門 他也會加了一些位置要找人 現在已經是6月18日 你真的懂得飛天嗎? 對嗎? 你要找人 除非你穩定局長 副局長政治助理 你現在還在面試中 你未必這麼快確定了人選 還要你通知局長要不要那些人 換言之 局長的人選其實已經有了 你明白嗎? 那名單就放在中央 準備行禮預議 其實中央已經有了 拍了版 拍了版 但他最後有一個任命的過程 但是你怎麼會急到這樣呢? 譬如說財委會 明天最後了 還有四個小時 沒有辦法通過賠款 那怎麼辦呢? 明天一定通過不了 通過不了 通過不了 就先讓我決議案先去 決議案先去 然後下個星期回來再開會 但是決議案有一個問題 決議案前面有十六個議案 打簽 還沒計算現在 這個強積金條例 現在我們在辯論強積金條例 進入二讀 讀了一個小時左右 明天下午要開到晚上 他就拼了強積金 明天搞定 我當然不會讓你搞定 搞不定 禮拜三大會 口頭質詢之後 就繼續講強積金 我當你打簽 就在強積金後面 爬那十六條法案前面 和決議案前面 我當你這樣 你都問我 是不是 大舊的說法就是 如果 決議案行私 那就再回來 下個星期五 又可以再 財委會再來 但是我們現在 會一直在排 一天都是 他現在6月20日 一定過不了決議案 我現在告訴你 你過不了決議案 在星期三過不了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星期四開會 是不是要星期五開會 不用了 我們今晚祈禱 明天黑夜 明天黑夜 八號風球 沒有 八號風球就不行了 大哥 要李先生 配合 黃雨我們都可以試 如果下大雨 上次大會都因為下大雨 押後開會 現在實際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看到 有些苗頭 他都好像覺得有些少少 就不行 都可能 就是 到七月十八號都好 就是這樣的 可能又 不到你不七月十八號的啦 現在整個問題 都是七月一號的問題 你七月一號 如果七月一號過了 總之你今屆搞定他 今屆 現在劉慧卿呢 星期五開 星期六開 今天開了一天 今天開了八個鐘 到尾 那些人都有點殘殘 問話 真的重複的了 你明白嗎 還有一些質素真的問得很差 那些就是民主黨啦 聽說你們都未出手 我問了七次 我問得最多的了 比大局多些少 好像 他有紀錄的 我問了四次 有紀錄的嘛 問了多少次有紀錄的嘛 我三天都是問了四次 因為我後來你走了 我下去問了四次嘛 三次四次嘛 我特地問 我在上面電視看著 我見到公民黨和民主黨的人 那個搶著問 我便縮了上去 對 我們留點力氣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走開走開 到明天就不行了 因為我問了幾次 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房屋 土地規劃 我都未問其他東西 所以他不可以說我重複的 我明天都可以問 雖然三分鐘不停地問 不停地問 重複又重複 所以重複問 但是就問新問題 所以現在的形勢呢 就是 我們是 他是很被動的 這次的不斷問問題 和那個針對 是顯露幾個現象 就是我自己做了這麼多年 都透過這一次 觀察到很多東西 第一 真的問問題 那個質素呢 高下 即是 即見 是吧 就是你看到有些議員 問那些問題 就是說真的 吳海宜真是高手 如果你要看回 是啊 他問最多 問得最多 以及問得最到辱 以及掌握那個問題 是很精的 掌握到 所以你看到 吳海宜幾次連續追問呢 是直接突顯到整個 就是臨時這個特首辦 就是羅范昭芬等等的答覆 和一些回應呢 就是那種粗疏 設計的粗疏 資料的缺乏 和一些理據的不足 哇 就是直接 將這個羅范昭芬的醜態 是完全表露無謂的 哇 我直接看吳海宜問呢 就是我有時在下面 現場看啦 有時在上面看電視 真是很享受啊 見到他問 但是聽到有一些 免得點名啦 嘩 直接問得真是肉酸到 和真是差到 真是 嘩中學生都不如 有時你看到城市論壇 那些學生問呢 嘩大佬 城市論壇的學生 好你十倍啊 哈哈哈哈 所以真是 所以大家 劉慧卿呢 對他的黨友呢 他都有些少少 就是相對寬鬆一些的 你說不要重複 他們又不斷重� 我們又真的沒有重�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都已經熬了三天了 是不是 就是 給他預期的時間 用他長 那明天就開多四個小時 一早 明天就開多四個小時 明天可能四個小時 只是問問題而已 都未到我們提動議 哦 不是的 他會下雨收拆的 我覺得明天未必 因為明天問呢 沒有人問問題的了 只剩下你和我 鄭家富是沒有回來的 大哥 梁耀忠才夠議器問很多 大哥 沒有的了 只有三個人這樣問 阿摩 就遲早被人趕了 今天跟他吵架了 已經 說什麼選票都不行 哈哈哈哈 說侮辱女性 又發瘋了 這個四方西 你明白嗎 大哥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都危險的 所以明天小不忍則亂大謀 死人都沒給他趕出去 你明白嗎 他真的可以趕你出去的 明天我們可以分幾組問 然後就是房屋規劃 跟著就是文化 跟著就是副司長 我們還有連串問題可以問的 問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很容易很快 這個 應該沒有 因為不可以還在這裏 最重要是不可以在這裏 不可以在這裏就行 哈哈哈 發覺他越可愛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可能真的會打尖 但打尖其他人 難道不出聲 現在的保皇黨 就開始給壓力了 劉慧卿了 開始叫他 那些人重複了 你現在主持會議 你拿正來做 開始動他 就給壓力了 你不就好像嘗試反高鐵一樣 現在是 對不對 現在總共講了幾個小時 反高鐵就講得更長 我們禮拜五講了六個小時 禮拜六講了四個小時 今天講了八個小時 總共講了十八個小時 但是那個問題很不同 你反高鐵呢 是基於高鐵那個工程很多時候 是涉及到部分工程對樓宇的影響等等 或者那個造價 但是這個五C十四局 涉及到制度的改變 和那些司局長的關係 和問責制的問題 所以那個問題的範圍 是多很多 和複雜很多 所以 你和高鐵比 多十倍 甚至是五十倍的時間 這很簡單 今天我們只是糾纏一個 所謂政治助理的人工 都搞了幾個小時 所以我今天就問羅范超勳 我說 你那個問責制 包括曾蔭權時代 那個所謂進一步 發展那個政治問責制那裏 就加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的職能寫得很清楚 我說 現在你新的政府 你那個政治局 不是這個政治助理 你就將它一筆過 你每個局可以找一個 或者一個以上 但只是給你十萬元 那時候是十三皮一個月 那好了 你給他十萬元 他一拆就一開三 即是三皮幾一個月 那三皮幾一個月 我說你他的職能有沒有改變 他說沒有 那沒有改變 大哥 那時候是資十三萬 現在就只有值三萬幾 你說不通 這個是 不但職能 我還要叫他們落地區 是不是 我找阿謀來做 那好了 還有 你在政府裏面有政務助理 那些政務助理 那些政務助理是十二萬一個月 那你 喂 那那個政治助理是做什麼呢 他是局長的政治助理 但是只有三萬幾 而且如果你真的 那些政務助理落地區 出現很多的部門 運作矛盾的問題 那些政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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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落地區 你跟政務專員 那個角色 出現很多衝突 那你沒有 有一個中央的核心 所謂在權力裡面 核心裡面 有一些 而打路下來 真的拿著無當令戰 在地區上輕風作浪 與地方行政很多的問題 或者運作方面出現矛盾和衝突 所以你對地方行政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所以他們做這些事情 其實在結構上和組織架構上 在論述上 理論上 是完全沒有想的 想起的事情就講幾句 所以你見到梁振英 真的越發過他當選這麼久 真的能力和論述方面 是越來越顯露他的弱點 你知道這幾天問問題 其實問一下問了就問到很多東西出來 比如想起才給我們一些文件 就是你逼他一分退出一分 套出一分 比如說那個輪選的標準是什麼 初初也不肯說 全部口說口賠 他很厲害 他當初的想法就是 我做特首了 然後我入五師十四角 然後你立法會行禮儀 然後我就換個人 換個家兩個部門 他以為這麼簡單 誰知道 其實很複雜的 所以你羅范昭芬也算厲害 他說他有生意來 沒試過坐過這麼久的立法會 我今天就說他好像神奇旅俠那樣 他什麼都懂的 文化又懂 經濟又懂 土地規劃他又懂 什麼都懂回答的 我說你真是神奇旅俠啊 大佬 說得就說 在這裏 所以 見到現在這個運作 和情況 你問我來講 還有建制派就坐在這裏 每次就在這裏張力軍的 他不是問問題的 今天我就發火了 我們議員來的 是不是 個個好像啞了 我說 大佬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坐在這裏做什麼 你坐在這裏不是問他問題的 在那裏騙波鐘 你坐在這裏幫他護航 大佬你身份是什麼 是吧 乘機就在那裏扮他 大佬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是議員來的 議員就應該是監察政府的 你是幫他護航的 不但護航就不說話 不但不說話就怪我們說話多 你是不是瘋了 這是什麼標準來的 這些人叫做議員 我不是說這些狗奴才 你自己不說話就好 你用怪我們說話多 坐一晚的燈油 是吧 除非你是執政黨 你又不是 是吧 你又不是執政黨 政府又沒有執政黨 是吧 但是就靠這些人 是吧 所以就很好笑 香港人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 接著你行政立法 關係經常說 現在立法會 立法權太大了 搞到這個施政有障礙 你真是在那裏 三十幾個人幫你 你一直在那裏 你施政有障礙 你真是 就是因為講來講去講 我們幾個而已 是吧 我們幾個不肯做順民 在那裏搞事 那裏就施政有障礙 是吧 難道有這幫民主派 在那裏施政有障礙嗎 是吧 其實現在有道好的 我們拉布完之後 那些民主黨 就被迫在那裏辦好勇 你明白嗎 是吧 被迫著的 是被迫 是吧 沒有完全 被迫要在那裏辦英勇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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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問題就是說 現在我們 有沒有辦法令到他過不了呢 那現在真是未知之數 是吧 第一就是看明天 好了 就算你明天 都沒得投票 我們的動議都被拿出來 那跟著什麼時候再開會呢 大狗 要下個星期五的 不是這個星期五的 但是這個星期五 正在排的應該 是要講這個 我們現在的大會這裏 要續會的 他好像現在 不知道是不是 我看那個時間表 好像下個星期一 又再開財會 即是他現在又正在排的那個時間 因為大會 好像預了三天 大會 立法會大會 預了三天 20、21、22 那你財會 好像就是 25 25 好像是定了立法會大會 25 25 都是大會 25、26都是大會 那你怎麼開財會 是吧 那你 喂 說得你7月1號 阿哥 你不想財會 你不說話 已經7月1號 你7月20號 下個會期 其實是7月27 6月20號 下一個會期 即是後日 星期三的下一個會期 已經是6月27了 大佬 給三天時間阿爺 去吸引 所以他大會 20、21、22、25、26 預了五天開立法會大會 這個收尾啦 所以財會 明天都不用過了 四個小時就 是吧 你明天只要給他 即不要給他過 就有些辦法了 是吧 即是很難說 所以現在這個 都是硬仗來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明天八點半又要 繼續苦戰 哈哈 即是我想說一件事 這個DBC 這個大幫人找我去幫拖 然後你 劉細良的老婆 就天天在罵我們 是不是 然後呢 天天 什麼狗屎垃圾節目都會有 淘擠恆分 所以這個呢 鄭京韓是很懂得搞平衡的 哈哈 OK 如果是這樣呢 你就不用如我了 是吧 你是搞平衡的嘛 喂 劉細良的老婆 不問情由 啊 一一批我們的 連鄭家富和她拍檔做主持 都說她對我們很有成見的 那你幹什麼 這節目啊 你劉細良的老婆在那裡 是吧 那你大幫當然說 言論自由啦 是吧 你真是 講講 是不是 然後呢 每個狗屎垃圾 無論軟硬節目 你都有淘擠恆分的 你擺明是洗我眼 是吧 所以重新考慮 你和你的關係 講就講 正仆街 沒有啦 這個人錄卡錄完卡了 就是 你用完就扔的了 不是啊 看著梁振英怎樣 大家看著怎樣 你真是 擺明是在玩手段 是吧 很明顯的 喂你只是那個礦 那麼蠢 在那裡動我們 我都 嘩 所有的節目 好像故意 擺明是 是不是 是吧 老闆叫到 是吧 玩這些做什麼 做人光明磊落 一點 是不是 我覺得這些話 是言論自由 給主持人 說什麼都可以 不是啊 他是舊頭至尾啊 就好像八婆靈一樣 是啊 但是他這些是很低質素的言論自由 就是搞到言論質素 是搞到質素很低 那你劉細良沒得混 叫我老婆發瘋 真是 哈哈哈哈 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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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我選舉 我才是我老頭 哈哈 好啦 很明顯是有個政治議題在那裡 是吧 所以當初 咦 他打算找你們談 找你們做節目 我都是小小奇怪的 是吧 不過就儘管 就是 放長眼看看 究竟有什麼 你擺明在那裡玩東西 當然是 很明顯 剛剛才 是吧 還怕他不夠節目做 好像 不是不給你 基本上是很奇怪 是吧 那你等他做了一個政治 即是他沒什麼 就拿一個平衡 你又去九東 他又去九東 我就在那裡玩這些 我就扮中立 是吧 很明顯就是這樣 你有人聽什麼 你去抬 休息一會 今天老蕭就是人鳳喜是精神所 一哥就生了一個女兒 老蕭是一個孫女 我們先恭喜他 給他掌聲 今天人網是七周年 老蕭說 如果今年九月 人力補三個位 他就接人網 我告訴他很簡單 你去選 一定多過三個位 你想人網不接 很簡單 就讓老蕭去選 就行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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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呢 人網接不接 是老蕭一念之間 是吧 請我出來講話 你中招 OK 怎樣都好 人網真的 這七年來 大家有沒有說得到 一個這樣的新媒體 可以發展到這樣 而且政治上面 那個影響力 大家會有眼見的 我們是人力 但我都是人網的 是吧 人網旗下兩個立法會議員 又人力旗下兩個立法會議員 我們最近 立法會變成我們的主場 立法會呢 過去一直都是 這是建制派的主場 上個星期四 這個星期四 sorry 前天晚上 九點半 大舊走進來 跟我說 那時候 競爭條例草案 還是二讀 在全體委員會的階段 我想 繼續說多十五分鐘 然後下一輪 就輪到他去說 即是繼續在那裡 還有半個小時 然後我們再響一響鐘 那班階 差了十五分鐘之前 才進來的 OK 即是說 講一次 已經是休股 就留下個星期三 OK 他真是睡得了 是不是 那跟著 大舊九點半進來 他問 方家華 要 要 要十點鐘收 那 我答應了 那 算了 十點鐘收 好 三讀 媽媽 我們說 十點鐘 收工 競爭條例 三讀通過 接著說 走出門口 那 建制派的大哥 其中一個叫劉光華 走在我身邊 我現在才知道立法會誰說事 你說 幾時完 就幾時完 你說不完 我說 你不想完嗎 你想繼續嗎 好 接著還有一條強積金條例草案 就是禮拜二 OK 接著是禮拜三 就是三日 這個六月二十日 梁振英的五千十四名 就要拿來立法會 不過在他前面有十七條法案 OK 那我估計他會打算 那我現在跟大舊在財委會 拉近部 我們還有一千條動議未來出來 他加上兩天 已經開了十個小時會了 OK 劉慧卿呢 就說禮拜一要加會 禮拜二要加會 加上都是八個小時 那我們倆最少搞多了三十七個小時 不過 這個是找命搏 找條命是搏的 哇 什麼時候倒都不知道 但是這段時間這兩個月 我們通過這個拉布置 是令到整個議會生氣潑潑 OK 王國興啊 你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講中就講了兩個小時 我們可以進來的 你有什麼意思十四分鐘才進來的 講中就當然了 是不是 搞你就當然了 說明就慘了 是不是 所以 以寡敵眾不是不行的 對不對 好 人亡一樣 是不是 我們在這個主流媒體 這種就是 完全向建制傾斜的這種氛圍底下 這個新媒體過去七年 是不是 就是大家看到 老蕭的貢獻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 就是人亡 繼續生存發展 老蕭呢 就減一下肥就可以了 你今天看看他多帥 是不是 穿件白襯衣 領是有花的 是不是 我們給點掌聲 蕭苑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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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來選吧 是嗎 好 謝謝 謝謝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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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天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哎呀你怎麼也 都會打 打 欺欺 我記得一條大路 沒什麼 那路就欺欺欺 我打了 我想睡了幾天 一、二、三 我想數了 十、五、五、五、十、五 我想 就想啦 然後前面那輛大火車 什麼泵板 我看什麼都見在我面前 我想頂龍真是一尺多幾尺 那我叫那個朋友醒 Act 我問一下 他是分醉 700萬人700萬個故事 逢星期一晚8時9時至9時 Judy Rayman 今晚回來 POWER TO THE PEOPLE 貫切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暴現 POWER TO THE PEOPLE 不憑則鳴,只因心是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隔空發弓 黃毓民頻道,現在和你否設成 好,回到第二節 昨天公布了人民力量初步的意願 推薦名單 都是積極的考慮 但名單,爭議都不大 是新界西多爭議 新界西多爭議的意思是分兩個方面 外界的人覺得你有沒有資格分兩條隊 另外,自己組織裡也有不同意見 一人怕輸,怕兩隊都會輸 怕兩隊都會輸 大舊就很有信心 永遠樂觀 一定啦,你跟我這樣 我們就怕脫臭 我老實說,我真的很小膽 這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他區那些 我想劉翁在節目裡會說 宇洋他們自己 他們說他們都不會說 老實說,我真是 老實說,他當然是看表面的資訊 然後用常識來判斷選舉 是很危險的 總之他給點心思做事就可以了 你是分析不到的 我想要跟朋友簡單解釋 什麼叫比例代表制 因為我見到很多網上的討論 有些都不太明白 還有他們有一些結論 可能基於對比例代表制 未必完全理解 是有一點點的誤會 比例代表制很簡單 你的區有多少個議席 那個議席 譬如你一個名單裡面 即是那個票如果拿到 那個區裡面的議席 佔某一個的百分比 你就應該可以拿一個議席 譬如我用新界西做個例子 新界西呢 就是有九個位 那你九個位 如果你拿大約12個百分比 就肯定拿一個議席 即是百分之一百的 有些人就說 你余若薇他們下來 可能他們拿18個百分比 有機會拿兩個議席 第一 18個百分比 是不是可以拿兩個議席 是有疑問 因為你18個百分比 減了12個百分比 你第二個議席 的位 即是那個候選人 那就剩下6個百分比 6點多 6點多 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兩個議席 你都要看其他 即是那些人的得票 一般來說 在新西股大約8個百分比 就穩妥 所以如果你在新西要贏兩個議席 20個百分比 是的 你要去到19.5 或者20個百分比 那機會就大些 但是第一 我覺得余若薇他們發夢 如果拿18個百分比 是沒有可能的事 因為你整個新西 有個很特殊的情況 就是很多的組別的候選人 在那個區裡面 都成十幾二十年 是不是 變成他們地區上的網絡 裝腳 就跟你講到不同 你講到去余若薇也好 馬田也好 包括你的民主黨 最高峰期 在港島也好 相對地莊國也是少的 是靠那個知名度 還有港島的人口組合 跟新西也有些少不同 那新西的政治歷史 傳統會 就是每一個地區都有些差異 但是如果你講回比例 代表制就是 你新西你要贏到 大約有八個百分比 譬如玉米區又不同了 是吧 玉米區只有四個 只有五個議席 只有五個議席 要二十個百分 五個議席 你要二十個百分就一定贏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減少少百分比 你起碼要十五六個百分 是吧 就是可以贏到一個議席 那麼同樣這個九東呢 也都是要成十五個百分 十四五個百分 起碼 九東要十四五個百分 就是只可以贏到這個 我或者補充一下大舊的說法 大舊的說法就是 我們比例代表制有很多種的 通常那些多議席單票制 採取比例代表制有幾種方式 我們香港用這種叫做最大餘額法 就是說你的剩餘票 就找一個最大餘額 來跟其他的得票來比 包括譬如說名單制 有些人是不止一個人的 是吧 不止一個人 他是一隊人 那你就算第二位那個最高票那個 你就跟他比 還有跟那些名單只有一個人得票那些比 你明白嗎 譬如說好像上次在港島區 就這個余若薇加上這個陳淑莊 陳淑莊拿到應得的票 就是應該要拿的票之外 剩下來的票呢 就余若薇在整個港島是排第六的 排第六的意思就是說 分分鐘會輸的 是嗎 是最後的 但是你看到他那張名單就是很多票 但是實際上呢 分下去第二位勝餘票呢 就是最大餘額法呢 那個勝餘票 給余若薇排第二位呢 剛剛足夠當選 他僅僅贏盧永樂 不是 他是僅僅 不是贏盧永樂 是僅僅贏盧永樂 是僅僅贏民建聯的勝餘票 我剛才說單人有單人 還有隊人的勝餘票 名單還名單 名單還名單 你譬如盧永樂他是單人 他拿兩萬票 但是他一定是多過盧永樂 他的票就剛剛多過蔡素玉 所以蔡素玉掛柴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葉劉 他拿了特了票 OK 特了的票不夠一個位 兩邊都不夠 所以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 所以為什麼會在九西 這個梁美芬拿一萬九票 十個百分之都沒有 他真的不夠十個百分之 他佔了一席 是不是 他佔了一席 因為他最生氣那個 他多過那個 他沒有餘額 因為在九西只有五個位 那些名單基本上沒有餘額 沒有人有餘額的 包括李慧琦沒有餘額 李慧琦和我都未夠二十個百分之 十八點幾 差不多十九個百分之 他十九點幾 都沒有餘額 你不夠二十個百分之 你哪有餘額 是不是 你個個名單都沒有餘額的話 那你到最後去比 他排最尾那個 他贏了 蒙曼正兩千票而已 那就鬥數票 誰最多 最多票的五個當選 是啦 今天就給你講 剛才有個講粗 不是 這個新西也是一樣 因為 剛才總文解釋了 那個餘額 就是如果你有個名單 和你的名單拿很多票 譬如 在新西 上一屆08年的時候 民建聯名單 是拿成九萬票 是吧 他九萬票 他減了 第一個名單的五萬多票 他第二個名單都成四萬多票 就是這樣就贏了 但是大家如果選得久看到 覺得一個名單拿很多票 其實是吃虧的 如果他能夠分開名單 分兩個名單 如果分名單是分得好的話 而那些票 亦都是按平均比例 分佈到的話 譬如以民建聯來說 這次新西出三隊 譚耀宗帶一隊 梁志祥帶一隊 跟著陳恆斌帶一隊 他們打算有三隊 上一次九萬票 這次每人三萬多票 就有機會贏三席 但是鄉市那一萬兩萬票 就沒有了 因為鄉市反台 所以民建聯這次在新西 贏三席都未必容易 兩席 對 兩席的機會都應該有 但是都要看一下 那個分佈是怎樣 譬如你到時 到時工聯會有一席 到時你自由黨又出 新民黨又出的時候 和鄉市又另外出兩隊 會搶搏去保皇港的票 如果民建聯拿三席就很嚴重了 工聯會拿一席 跟著只有一席 就可能落田北辰 或者鄉市現在在拼命 會抹散這票 不知道 所以他們也有機會分散這票 可能是五對四 可能五對四不行 就變成六對三 即是你民主派就有機會贏一席 這個就是大家家家有求的 看你怎樣去配票 比例代表有時會有誤差 即是會計錯數的 譬如上次在新東 建制派就計錯數了 因為田北俊下馬 變成新東七席裡竟然是五對二 這次就沒有那麼好處 老實說這一屆就沒有那麼好處 港島區 上一次又是你計錯數 計錯數就是民建聯只有一席 說這次王國興去選 工聯會會拿一席 你民建聯少許票 夠給一席 接著新民黨一席 楊柳瑞即是三席 七席他佔三席 上次六席他佔兩席 他多了一席 但你民主派沒有變 都只有四席 即是民主派在廣東 就跌了一席 如果新增那席就被建制派拿了 即是你現在新增的地區的分區直選 增加那五席 增加那五席 其實很大機會有四席是建制派拿到的 因為你新東 新東你現在是五二 你將來是九席的話 五對四 變成新增兩席 你新西現在是五對三 將來可能是五對四 變成多一席 那你港島那裡又多一席 變成新增那五席 他隨時拿四席 如果一個九東不小心 讓謝偉俊贏的話 他全數五席 即是大王 不用不小心的了 機會很高 不行 我們有機會王上贏 但這兩個就是這樣 到時鬥數 好啦 講回新西那個分析 因為很多網民就擔心 大革你們離開兩隊 會不會有機會輸呢 剛才我提到 新西很多的候選人 特別是民建聯也好 就算是民主派也好 基本上一個區裏面 有一定的網絡關係 和有地區的裝腳 或者是地區的工作 跟過去 或者是跟現時有些民主派 即是靠那個知名度 拿個關係票 或者拿那個支持票 是有些不同 我自己選了那麼多年 譬如你看看二千年也好 零四年也好 零八年也好 我一次都帶了三萬多票 是吧 即是很穩定 即是很穩定 未必穩陣 很穩定 而很多票 基本上是地區 過去那麼多年來 那些地區網絡或者關係票 譬如有些地區 我工作多些 就支持度又高些 而且譬如一些地區 我取的選區的三成票 有些比較弱的 是大約5-6% 那個差別沒很遠 譬如動ęp選九西 他的那個支持度 是10幾%中20幾% 較為平均 但我的地區 最高的票去到30% 但是我的地區票 相差很遠 有些有30幾% 有些只有40% 有些有4% 相差超十倍的 所以那些地區網絡票 就未必你其他的同一個組織的候選人可以拿到的 你不是說你用人民力量就可以拿到那些的票 因為那些是地區 即是跟人未必跟組織 比如在物業城也是 我看回我08年的立法會選舉 我就算在物業城自己的區議會選區 我都是拿二三百票 跟一些我多的地區票 就是差很遠的 所以就算物業城在元朗的票 如果是我自己下去選 都未必拿到的 所以物業城自己起名單 他可以拿回自己的固定票 但又未必拿到我的票 如果物業城不出 他的支持者又未必投我的 可能他們會投回李卓人 投回其他民主派 又未頂的 所以那個地區的票的取態 有時是很奇特 不是好像在網上討論那樣 那些人就覺得 如果物業城不出 他的票就會給了你 你的贏面就大 必必是一定的 所以那個票的分佈 很多時是有他的特殊的因素 我自己分析 整個新西 譬如過去投我票的人 是七成是跟人不是跟黨的 就算物業城出都好 他未必拿到我的支持票 那我會拿回我自己的固定票 那按新西的情況 如果我按個選舉工程 兩萬票就很大機會贏 三萬二就應該贏 那所以我自己的選舉工程 是按回一百四十一個票站 那個分佈 那如果我是做到三萬二 那個得票的選舉工程 那我自己就可以穩守一席 那物業城就按回他自己的選區 我跟物業城分析就是說 他的票員有三部份 那我自己就全個區 那個票站有些票 有些區一個票站就百多票 有些是二百多票 多的可能一千票 那你計上去就大約三萬 二萬五到三萬 鬆些 就應該幾穩陣的 那這個要看到時候的票 不要流失了 那物業城的票 如果自己拿回元朗市中心的基本票 是吧 再加回去所謂傳統一些 就是右派社團的票 再加一些所謂台灣 或者是台灣讀書回來的關係 或者是學生和家長的票的話 那他們就有機會突圍了 那所以一定要開拓到新的票員 因為人民力量 我估計呢 我們就不止八個百分之票 在新加勢 我們如果好的 可以去到十二 再強一些 可以去到十三四個百分之 如果可以去到十三四個百分之 如果分佈是 就是剛剛那麼好的話 那就有機會贏兩席 是吧 那當然有些人說 喂大教 你可能拿不到 就是八個百分之票 那這個就要看我自己的選舉工程 做不做到那三萬二票 通常呢 如果分名單 就一定是大黨 他裝腳多 他按照那個裝腳分配 各人認領 他就很容易計到這條數出來的 譬如民建聯 他兩個位是沒有問題 兩個位還有一點點突 他兩個位加上一張名單的時候 張學明加這個譚耀宗 他拆開他 就有凸 你明白嗎 拆開他 他可以大膽拆開他的 你明白嗎 他可以大膽拆開他 每度拿回三四萬票都可以 很簡單 三四萬票就中了 譬如現在新東 民建聯夠膽拆 因為劉光華拿很多票 他把名單拆開 現在給陳克勤加上那個 那個女兒叫什麼名字 郭虛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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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度拿三萬票 他又夠票了 他上次加上不止六萬票 八萬票 很厲害 你明白嗎 他一拆就搞定 兩張名單 他那些就可以拆 好了 你去到細選區 九東九西拆一條毛 誰敢拆啊 是不是 是沒有人可以拆得到的 譬如我這樣 你要先拿二十個巴仙 二十個巴仙 用上一屆的數字 就是要四萬票 OK 以投票人數計 他有四十萬登記選民 有五十個巴仙投票 就有二十萬票 二十萬票 再除以五 那就四萬票一個位 那就是沒有分那麼均勻的 有些人拿一萬九票都會贏 但實際上如果你要名單制 你要益第二個的話 要贏多少呢 要有六萬票 六萬票拿兩席了 我告訴你 六萬票可以拿兩席 但是試過六萬票拿不到兩席 曾鈺成六萬票 拿不到兩席 陶謹申 那張名單六萬票 拿不到兩席 拿不到 因為那次的投票率相對高 其他那些分得比較混淨 就拿不到 不是又是一席 細選區五席那些 我告訴你 你認識非天 好似五區公投 我得票只有六萬多票 大夠十萬 但是我的得票率高過他的 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那個選區的選民多 我選區的選民人數少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細選區是沒得拆名單 大選區可以拆 但是大選區可以拆 有一個前提 一定是大黨 有很多區議員 這樣就有得拆 如果不是 就很危險 當然 有些拆名單就是 他想去拼謀 例如我舉例 民建聯 今次在港島區 他上次就不服氣 因為他那張名單 得票就輸幾百票 如果他贏余若薇那張名單幾百票 他就拿兩隻 這麼有趣 變成有兩三萬廢票 扣除了打票之後 有兩三萬廢 余若薇那張名單 陳淑莉那張名單 剛剛贏民建聯 曾鈺成搭菜 屬了幾百票 Exactly的數字 我忘記了 但實際上是很少的 他就拿兩個位 然後李呢 就拿一個位 他當然心心不分 於是他這次就拆兩張名單 但他忘記了一件事 忘記了一件事 我當你新民黨的票會跌 就是說 葉劉淑儀未必拿回上次的六萬多 因為他上次要扔 紫太早進去 今次就沒那麼好處 他拿四萬多票左右 OK 那麼突出那萬多票給誰呢 之後黨 之後黨 之後黨劉建儀會去選 不過輸定 OK 那麼王國興去選 王國興去選 王國興在香港 不是沒理由的 他以前在香港做區議 你明白嗎 還有他工聯會 工聯會 有裝腳 工聯會 過去的票是給民建聯的 他就要拿回這些票回來 拿回這些票回來的時候 他保住工聯會一席 那你民建聯要怎麼拿兩席 但他還要拿兩張名單出來拼謀 他拿兩張名單出來拼謀 就是拼你泛民主派 就分到散散 你明白嗎 譬如你民主黨得的票 可能比上一屆還要少 然後公民黨 就算兩個人去選 你拿到一個票 你也可能會浪費兩三萬票 你浪費了的 譬如陳家洛 不知哪個排隊 第二 事實第一個是陳瓜柴的 你不可能認同兩席 那何秀蘭 會不會跌呢 不知道 然後後面有盧永樂 有人民力量 有社民年 如果他們的票分得很混淨 然後只有三席中 那他就四席了 於是曾鈺成 就拿著這個中樹根 兩張名單可以拿兩席 但還是危險 因為如果沒有了王國興 他就有機會 有個王國興 講到他說 他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他都要拼 他有機會拼 拼什麼呢 就是拼你泛民主派分到散散 搶到這票散散 只是民主黨篤定拿一席 公民黨篤定拿一席 或者何秀蘭篤定拿一席 剩下那席就打崩頭 如果那席打崩頭得來 分散散 譬如說 盧永樂 和我們 和社民年 分散那幾萬票 個個只有二萬 那他就可以贏了 但是這種機會 相對人微 除非分得很小 還有民主派的選民會棄補 到了最後的時候 他看民調會棄補 你明白嗎 他會棄補 一棄補 就有人要掛柴了 你明白嗎 這個此其一 第二 就是你看另外一個選區 譬如新東 新東現在泛民主派有五席 現在民主黨有兩席 鄭家虎退了 加上鄭家虎三席 湯家驊 長毛 長毛那席是有穩的 其他那幾席 都可勝不穩 我現在告訴你 劉慧慶、黃城節 隨便一掛一個 那就有得搶了 劉慧慶、黃城節 隨便掛一個 鄭家虎不選 他就會過票給張超雄 張超雄是很大機會 他可能有機會過給范國威 可能有機會過給范國威的部分 對啦 阿虎的票一定是過給張超雄 因為阿虎的強區 有些區議員是范國威那邊 所以他們自己的十幾個區議員的莊腳 我現在計算一些腳 范國威就不夠票 我現在告訴你 范國威就一定不夠票 所以有個機會分道都散了 你明白嗎 最穩陣的那個叫長毛 目前為止 唯一一個叫穩陣的 湯家驊都難說 湯家驊、劉慧慶、黃城節 這三個都難說 因為鄭家虎不選 那麼那個位呢 那個位呢 我當你泛民主派 拿五個位 我當你這三個位 加上摩個位 四個位 這個位呢 就是我們 OK 張超雄 是吧 還有 這個 哪個 泛民主派 還有哪個 范國威 這三個都欠這一席 是吧 很問的 可能五個人欠三席 可能五個人欠三席 有可能五個人欠三席 是啊 可能五個人欠三席 看看到時那個發展是怎樣的 所以很奧妙的 新西呢 其實是七國這麼亂的了 因為現在有兩個鄉市派去選 新西我數過差不多十九個名單 何坤堯去選 十九個名單 陳強去選 喂 陳強那些有實力的 大佬 陳強萬人票一定有 他拿了你萬人票 你就堅制派 所以兩邊呢 都有問題的 其實是 何坤堯都有實力的 何坤堯屯門有一定票的 所以現在民建聯自己分三隊 再加工聯會 是不是 然後再加鄉市兩隊 那就已經六隊了 再加新民黨七隊 還有整個選舉呢 那個計算是很精細的 對於大黨來說 我們就不用想這些的 掉了心水去搶那十個八個巴仙選票 想都不用想 不要想別人 記住 是想自己 想自己不要想別人 他們也想到頭多爆的 我告訴你 所以很多朋友有時候問 你的對手是誰 比例代表制其實沒有對手 是自己的 你是對著那三萬二千票 譬如新勢 對著那三萬二千票選舉工程 你做足那三萬二千票 另外那八個誰贏 你控制不了 是吧 總之你三萬二千票 你就可以過關了 所以你們聽來講 其實就不需要計這麼多 你自己的選舉定了target 你要拿回那個票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做到選舉工程 我數過是一百四十一個票站 那一百四十一個票站 你每個票站 就是你要三萬二千票 平均一個票站 二百多票 你就可以過關了 是吧 所以你計起來其實 你說難又不是很難 就是容易一定不容易 是吧 喂 整個村 譬如很簡單 譬如你說 你整個這個 就是 譬如 安定 這麼大個村 安定村 喂 你一個安定村 你可以拿到三百票 或者四百票 那你就很穩陣了 但是 是不是每個村 拿到這麼多票 要視乎那個動員力 和支持 所以我覺得 當然這些所有 每個區 現在我們這個 都是一個初步分析 和我們對那個區 和一些人 得票的了解 就是我們相對 比較多一些 這些方面的經驗 我們另外的三個候選人 是完全沒有的 說句難聽一點 你只是拿一些表面的數據 和看到現在 目前的情況 大概出了些什麼 人 你約我去做個分析 你不知道人家背後 還有些什麼 是吧 你不知道背後 還有什麼 還有他中票中到九月 這個九月這個中票 和去年11月的中票 是不是有很大分別 你又不知道的 是有很多變數的 有些區 只要多扔三幾萬票 他就可以分雲 完全就拿兩個位的了 你明白嗎 這次那個的票 那個改變很大 舊的票 整成25萬個登記選民沒有了 舊的 但是新的那些 又多了12萬多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你變成總體來說 是不見了10萬票 就是全港來講 就是 好 休息一下 立法會財委會 繼續審議政府架構重組的撥款申請 議員又指 土地和房屋立入同一個局 可能會出現結構性問題 質疑有沒有行政單位提供適設的社區背套 你現在單單整了房屋 過去我們天水圍出現過 建了房屋 建了入去 沒有泳池 沒有圖書館 沒有東西 80年代的一個屯門 建了房屋之後 就沒有學校 導致屯門的人要出荃灣上學 所以那時候在Under 即是在政務司統籌下 有去過實際理由和需求的嘛 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昭芬解釋 只是要將土地和房屋歸立同一個局 才能夠保證統籌更加好 而增設副司長 就能夠確保人力供求符合經濟發展需要 從一個宏觀的角度看 這兩個副司長的功能就是 去體現梁先生的政綱裏面講的經濟發展 和改善民生 所以我們兩個副司長分別分管經濟和產業政策 以及人力資源 各位好 好 大家幫我連續叫三聲老蕭好不好 好 1 2 3 老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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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聲就是叫老蕭出來選的 哈哈哈哈 那我們在24號 就是他們那個權制大會 我們再多些人來 24號這個廣告就是一個缺絕大會 大家多些人來捧場 24號缺絕之餘 我們都要老蕭缺絕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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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超過一盤 是由會員分攤你的 賺到錢 你買多少東西 就按你的購物 從總數百分之分攤 我們那下定價 因為來貨價貴 我們拿貨 不便宜過維康百家 但我們看著維康百家定價 希望跟網上的價 會低過去 但最重要 第一要扣大家支持 我們計算那條數 如果我們有15個固定的家庭 每個月幫襯我們 我們就圍倒皮了 15個家庭 我今天幫襯了六百元 我過去兩三個星期 我不讓我老婆買東西 所以油田醬醋 不讓我買 我這個開幕接買 今天幫襯了六百元 如果大家都幫襯 應該圍倒皮 我們如果做得好 我們全港十八個都應該開分店 希望就是 這個重點 我和老蕭和英文聽的時候 就是反超市霸權 和主流傳媒 人網突破這個霸權 日常用版 和日常生活 這個是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的結合體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 反超市霸權 支持人網的朋友 都應該支持人民公社 好不好 好 好 希望今天 昨天 昨天 剛剛開幕四月 明天 今天 就第二天 應該就二十三號 我們就選到二十三號 開幕 和老蕭在搭時間 到時大家多點捧場 大家上網看到了 有什麼問題意見 隨時翻譯 還有提多一點 就是大家如果是一些朋友 有些東西是香港製造 或者是有些特別的品牌 適合我們推銷的 隨時跟我們聯絡 我們不賺錢都無所謂的 最重要 就是打倒 這個超市霸權好不好 好 普羅價值 全民政治 MyRadio 2012 安慰我們的核心價值 天下最核心核心價值 他想說什麼 不想說話語無類似 不如同星期二晚上十點 聽我們的新界最前線吧 新東版主主義養 萬必因新港 貌借 新西版主持有 物業成 李慧賢 一同東西法力個半鐘 宣傳 世弱附近 義務反共 法國安 四面壽定 法復反共 POWER TO THE PEOPLE 貫治聲勢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筋報宴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則名指引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 隔空發弓 黃毓民民到 現在和你否釋直戰 POWER TO THE PEOPLE 回到第三節 最近大家明白什麼叫做 臨吉抱佛腳 平時就不做 但到這陣子就一定要做 剛才我們講的 沒有講一個區 九東 九東 九東就五席 工聯會和民建聯 民主黨和公民黨 已經佔了四席 第五席 現在很明顯就是 謝偉俊要去選 他可能想著他們 上第五席 譚香文要選 民協許錦城要選 社民連 杜君行以為他二萬八票夠贏 我們又要去選 這條數很容易計 上一屆 因為2008年 公聯會加民建聯 總共拿十萬票分兩個位 45% 民主黨和公民黨各取一席 但是還有社民連當時 陸君行拿二萬八千票 胡志偉拿一萬八千 FRED 不是 胡志偉 兩個加上四萬六 這四萬六是廢了的 換言之 總共是十三萬多票的 有四萬多票廢了 正下來的九萬多票分兩個位 就是民主黨和公民黨 而公民黨是跌票 OK 是比他們對上一屆狂跌 OK 梁家傑跌票 這條數就是 現在那四萬多票就夠一席 胡志偉去選 你說明不去選 胡志偉正下來的一萬多票 加上上次陸君行拿二萬八千票 四萬多票 誰拿了這四萬多票 誰就贏了 是不是 數就是這樣計 那你說 謝偉俊有沒有本事拿這四萬多票 當然沒有 那謝偉俊靠什麼呢 他有機會 就是靠你分散了 整個民主派都跌票 譬如假設 因為是會的 你梁家傑一定是跌的 李華明不選 胡志偉一定拿不回他的票 又是跌的 是不是 陸君行是沒有可能拿二萬八千票 就是他做夢就可以 你明白嗎 日日很開心 打飛機就可以 二萬八千票就不用指意 拿到一萬票就算他好 是不是 那麼個個都跌的 那些票去哪裡 就是大家搶過那些票 那如果當民主派 平均每個候選人都拿不超過三萬票的話 那他建制派就有機會突圍 拿三個位 那他現在九東民協又出了 民協很少票 九東 就是幾千票而已 他是去浪阿馮檢基 還有馮檢基的腳 大哥 是不是 馮檢基他們的民協 可能有機會 今屆不加產的 你明白嗎 因為他博這個超級議席 那你又沒有腳 但你經常在深水埗的腳 哪有夠贏呢 你告訴我 始終這個超級議席 所以他在新西又出 是不夠贏的 是不是 你是不夠贏的 九西裏面有民建聯分離的票 工聯會分離的票 整個九西區來計 工聯會民建聯民主黨 是不是 那你民協 如果你跟工聯會民建聯民主黨比較 你民協應該是整個九西最低票的 你只有九西 港島你有票嗎 九西有些 新東你有票嗎 九東有些 許錦成有幾千票 所以 馮檢基是非常危險的選擇 這個超級議席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人家覺得 我不讓你民主黨兩個人贏 一個民協 一個民主黨 那你民主黨就隨便死一個 死涂謹申 或者死何俊仁 民主派是很難贏三席的 我告訴你 所以這個危險性 就是我們當初的極端反對 就算從搶委的角度來講 我們都反對這個政改方案 就不要從原則上反對它 你多開五個委出來 是功能組別 全港投票 區議會 但你泛民主派有機會 是會輸一席給別人的 然後我們剛才分析 分區直選 在現在這樣的分票的情況下 你大有機會 你就算拿五成多選票 整個泛民主派一拆下去 是別人拿多議席 你新增那十個議席 五個功能組別 五個地區直選 這個保皇黨 是助六望七 真是嚴重 助六望七 我們九東 如果我們搶到一席 就變成泛民主 所謂民主派有三席 建制派有兩席 那我們就扳回一城 扳回一城比例來計 因為他那裡來回就不見了兩席 你明白嗎 那就五對五 又不是六對四 OK 就靠九東 如果九東輸了 就七對三 那你就真是 真是不知道誰混誰了 暗間不知道誰混淡誰了 數就是這樣計 你說到時候 這些民主黨民協 是不是應該拿去槍斃呢 去後巷衛狗呢 槍斃完之後 為什麼屍鞋拿去衛狗呢 是不是 我想他們求神拜佛啦 看到時候票的分佈 我們一定送他一城的投白票的 我們的支持者 一定全部區議會投白票的 區議會選舉 看看除了民主黨和民協 看看其他所謂的民主派政黨的區議員 會不會臨尾自己協商多個人出來選 要叫范國偉出去選啦 不要選新東啦 叫范國偉去選超級議席啦 起碼響下朵先 是不是 起碼響下朵先 是不是 你范國偉其實 你又夠票 不呀 其他如果他們 新民主同盟 或者其他那些所謂的 民主派的區議員 如果結合起來 出來選超級區議員 未必贏不了 因為支持民主的選民 未必認同民主黨和民協 那你說如果民主黨和民協之外 沒有其他選擇的話 那麼可能 那可能真的 那個泛民得票未必有 那個六四 傳統的比例 我覺得在超級議席的選舉 你是沒有辦法保持 那個所謂六四的比例 保持不到的 第一就是有很多人對民主黨 這個支持政改反感 如果他們不去投 那當然他們的想法 又跟我們剛剛相反 他們認為民主派的選民 是沒有選擇 你不投給我 他們就拿三席 你明白嗎 他到時的選舉工程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吹 一定是這樣吹 你不投給我們 你如果泛民主派不出來投票 支持者 你建制派就拿三席 一定是這樣吹 又含淚投 又含淚投 那就含淚投給那些賊 真是 我們香港支持民主派選民 都含淚 含淚兼吐血 又含淚又吐血 真是 真是淒涼 到時那些蘋果捨卵 也是這樣出的 我們含淚投給民主黨 因為如果不是 就建制派贏三席 含淚就吐血 我們就一定會跟支持者說 很奇怪 為何你講到這裡不講粗口 含淚之後吐血 Karrow 在其旁 去投給我們 只要投一票 不投功能組別的票 你就會發現了 超過10萬票 這樣就麻煩了 這10萬票就是關鍵了 跟著我們繼續做 民主黨的罪人 是不是這樣 所以要 不真是其餘非民主黨非民協的民主派的區議員 所以泛國會慎重考慮去競選這個超級議席 隨時有不覺意 就算他不出的 就叫他們新民主同盟的形象好一點就出 教授出啦 教授不是區議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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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不是區議員 當初想著如果是公民黨出 都可能有機會拔到席的嘛 但是最後公民黨不出啦 選舉的東西真是 唉 都是不適宜選舉的啦 我們真是 而且可能很多人就擔心那個 競選經費嘛 是嗎 你這個很厲害 你民協哪有這麼多錢 幾百萬去選啊 這麼搭水的 五夠啊要 半千喔 五百萬喔 其實有很多方法的 哇真是厲害 而且這麼早決定啊 哇這麼早決定 我那天問他 他說 還沒開始籌 但幸好是信心籌到 哇 真是 這麼厲害 我們都沒有信心籌啊 大哥 我們現在籌自己的份都沒籌到啦 哈哈 你都不要說人力 都沒開始籌啊 我只是計我自己的份兩個區 三個區 我都沒有著落 大哥 你那區的選民少些啊 你那區九七只有四十三萬五千而已 大哥 我那區九十八萬二千 一倍以上 一倍啊大哥 那些單張多你一倍啊 哈哈 真是 幾難搞啊 一張單張五毫子一張 那裡已經四十幾萬了 你現在說不去選就不行啊 哈哈 你現在說不去選就不行啊 問問劉家鴻先 哈哈 唉我不選啦 你反正找第二句選吧 哈哈 我不會選啦 小龍我先說的 哈哈 我們兩個 跟劉家鴻說的齊齊不選啦 你不用吵架 你是誰的 哈哈 想起頭都大麻 五間七點鐘 六點鐘起床 現在日人 小龍開會 好像今晚做完節目 明天八點半就開會了 那你八點半就開會了 你幾點鐘起床 是不是 即是 想想真的 唉為甚麼啊 真是 都不知道為甚麼 是吧 還要被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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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是呼籲 支持人民力量的朋友 然後呢 接下來這八十幾天 真的 閉嘴 真的 麻煩你不要再在網上 做這麼多這些 無聊 所以我陳早說的 Facebook打飛機 我已經說了幾年了 是不是 一定會出事 所以 大哥 我們現在 又在議會打仗 又在地區打仗 是吧 大哥 突然間 這裡又放過流戰 那裡又放過暗戰 嘩大哥 真的 搞到有些人問我 你是不是不妥 我屌你老母 何時說過不妥你 你聽過我說不妥你嗎 那就是 我沒說過 你怎麼會覺得我不妥你 聽人說 聽人說 你是不是死得了 是不是 我現在是不妥自己 你明白嗎 我不會不妥任何人 不妥自己 為何會這麼笨賊 是不是 我不會不妥別人 你是不妥自己 不是 現在 現在整個 整個人民 不是 有些年輕人說不妥我 不妥我 你出來和你隻抽 你六十幾歲 一旦抽書 你就屌你這樣收山 OK 不妥我 所以不就是這樣 在Facebook上說 不是你第一個說 我專制獨裁的 總之 大家不要再在網上 做那麼多無謂事 掌嘴 致下 致下 這是大家集中精神 做好地區 為屎 是 有空大家打電話 拉票 做一點聯絡 我經常說 你拿起一個電話簿 就是由你的兒媽姑仔 親戚朋友 開始打 拿老伙舊同學 每個人隨時 八來二百個電話都可以 主席呢 之前呢 他有牙力 就說煞無社 不用怕 我發覺你現在都是沒分力的 什麼叫煞無社 主席有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各殺ウ non 勇詞不當,誒!駕駛物論! 嘩!這傢伙真的! 這個主席有威勢! 我發覺現在是駕駛物論! 不是!這個絕對... 有力! 主席當然是駕駛物論! 有力!有力!有力! 有力!有力!有力! 你少來開會! 我不去開會! 不用預我! 你不要搞我! 我現在真的見到... 很簡單! 我整個心... 所有想的事情 就是九月的選舉! 其他人跟我說什麼 我都不會聽的! 有些人自然有天收他的! 上帝會幫我懲罰他的! 沒有好下場的! 得罪我那些! 我說完! 我不會理的! 我不會做任何事的! 不過呢!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說話! 我不喜歡聽的! 是吧! 誰來講就升法你! 凡親到選舉都一定有很多這些事情! 各個政黨都是! 連年都是! 現在你要打仗啊! 大哥啊! 還自己在挖長腳! 對外啊! 總之呼籲人力的支持者! 好空險啊! 還有八十幾天! 總之有很多個區呢! 我個區有空險! 劉翁的區有空險! 最穩陣是毓民! 還有呢! 我要跟郭主席講的! 叫郭主席下一個命令! 所有人力的成員! 不能夠在網上打飛機! 互打! 另外呢! 社記呢! 社記都是! 你那個聲明不夠啊! 人力的成員只有22個! 人力的成員及其支持者! 支持者啊! 沒有責任幫你做這些事情! 那你呼籲啊! 支持者沒有責任幫你做這些事情! 只是22個停止打飛機有什麼用啊! 還有呢! 還有呢! 有幾個人是女生來的嘛! 大哥! 他一個! 有很多人! 你明白嗎? 一個! 很多人追隨者啊! 總之所有人力的支持者啊! 還有呢! 大革在這裡狠請呼籲! 雖然我們的核心成員 其實只有我和大革是推出社記的 其他那些劉家宏那些全部和社民連沒有來拉奸的嘛! 現在我們黨那些抓人和社民連沒有來關係的! 所以他可以和社民連友好的! 我們服從黨的指示! 兩個激進派的組織! 在選舉裡面呢! 我們可以請主席下一個命令呢! 就是不會攻擊社民連的! OK!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的! 主席說完連民主黨都不攻擊啦! 這樣不行! 我一定會抽他的水的! 我日日以會抽他的水! 我不是攻擊! 不是攻擊批評的! 我不是攻擊! 我也是抽他的水! 好像我今天說 你叫雞又說訪談! 你叫頭樑又說臥底! 你都說了! 我今天在立法院都這樣說 我又說給羅范昭芬聽 我又沒辦法了! 阿興沒有說你這句是非議會語言嗎? 你其實不是說叫雞! 我這裡說叫雞! 我在議會裡都說叫雞! 我說叫叫雞! 我說叫叫叫雞! 梁振英邀請郭政黨和各社團,有沒有黑社會呢? 郭政黨和各社團推薦候選人來參加選擇 我說你叫郭政黨有沒有書面?有沒有邀請信? 他說沒有,口頭而已 口頭講來幹什麼? 口頭你不問我? 我夠人強馬壯,很多人可以做副局長,政治助理 你不邀請我? 嘩?口頭啊! 今天馬上問到他口頭,沒有信的 是不是? 那你真是在那裡柴蛙蛙玩,玩什麼? 所以希望大家呢 唉,我們兩個老爺玩了今年而已 你下班了,不要搞我 你搞我,我真是反面,不是開玩笑 現在和你笑笑嘴,大哥 我告訴你,你不要搞啊 搞到我,不要緊 又搞不到了 那你搞到我們的英俊主席啊 搞到萬必啊 搞到黃陽格,我一定跟你死亡 這個要跟網友分析一下 人民力論這次選舉呢 其實應該要做到水漲船高的效果 因為我們一群人一起,和五個區 如果五個區,是整體來說 香港營造到一個團結的氣氛 和整體的議題出來呢? 你怎樣令到議題出來呢? 就是你一定要,不可以有太多的人士的糾紛啊 或者一些非政治議題的問題呢 搞到七角這麼亂 因為你一亂的話呢 那些市民都不知道你一群人出來選委 還有那個議題要集中 一定要集中 你不要說了其他東西 現在一樣東西就是 向港共政權說不 這個選舉 所以議題出來呢 一定要所有的噪音啊 所有的雜務啊 所有人事上的問題 要全部消失 如果你不消失呢 你給那些主流傳媒 除非《蘋果》、《明報》的做你兩做呢? 《文匯》、《大公》、《其他報紙》 又在那裡吹波助瀾的話呢? 有《文匯》沒用的 《文匯》拿在我床底下而已 所以你不用理他啦 最重要的是 老實說 老實說 你放料的人 我們一定知道的 大哥 我在一個新聞界幾十年 這麼多圖子圖孫 都說了 是不是 我是不理的 現在是交給大舊負責的 OK 我就關人人事四個大事 我現在睡覺都不夠時間 交給大舊 和我們主席 你去清除這些障礙 和我無關 有什麼蛇蟲鼠蟻 我又不出聲就行了 你大舊開我 啊 勇文你閉嘴 讓我來 那你來 就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的 為什麼現在就是這樣 講清楚 人民力量沒有秘密 人民力量沒有秘密 是我們沒有秘密 人民力量是大一把秘密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裡收封 是不是 我是沒有秘密的 是不是 我現在大舊 你知道吧 我的脾氣不好 是不是 我現在 最近這一兩年 我脾氣好一點 我一對著孫子 我就沒有脾氣了 所以我孫子就訓練到 我現在脾氣好很多 OK 所以我又不會理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人就拜託你 不要跟我說 是不是 我是不會聽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沒什麼人敢在我面前 講是非 是不是 因為我一定會罵他 是不是 所以交給大舊 這些事情 他就是討厭 你勾癢 就是越勾越癢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不足以為患 但是就煩 那麼多事情做 何必要去煩呢 所以就做得不好理 我們有個英明的主席 那就是主席去搞定 大舊 老臣在在 那你就去跟主席兩個搞定 這些蛇蟲鼠蟻 牛鬼蛇神 是不是 我就關人 那搞到我 搞到我 我就用我的方法來解決 講明 現在就是 講明不算整股 搞到我 我就用我的方法來解決 我很多方法 我告訴你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 現在我們的勢 相對都算是好的 我們有一個願望 他的願望就是 我們這幾個年輕人 都可以進入到立法會 那我和大舊所做的事情 我們就覺得沒有白費 是不是 以後就交給他們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我們跟你爭什麼 大哥 我現在普羅 告訴大家 裝修已經完了 裝修了三個月 沒辦法 裝修佬 你可以怎樣 裝修完了 現在放些傢俬 然後做個Studio 大概都要一段時間 那整個MyRadio就搬過去了 阿哥 就是錄音室 就是錄音室 對啦 錄音室 就比這個小小小 但是都麻雀衰小 就五臟俱全 可以做節目 當然可以啦 大哥 可以做節目 另外一個課室就好試正 現在要裝一些投影器 電視機 接著一些寬頻 現在計下那些 可不可以看3D 可不可以看3D 看3D 看3D就行 看4仔就不行 3D就行 3D 3D是除了眼鏡問題 不是 電視機也有問題 電視機也有3D 當然有啦 我們希望暑假 就可以開一些短期的課程 在上面聚一下 我們正式 一年制的課程 就要9月 選舉完後才正式開課 但我們7月左右就會招生 項目是20個 只收20個 讀什麼 讀這個政治建設 我現在暫時的名字叫政治建設研究班 第一期 一年一期 不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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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革命的 一切準備授稅 硬件又有 軟件又有 我又開始拆回別人的卡 我被人拆了幾十年 我拆回別人 一定有些很厲害的老師 來幫大家上課 是吧 OK 這個才是我們長遠 未來 要做的 這個也是我的心願 經過這麼多年 始終起碼有個地方先 多謝老蕭 義助 大舊和我 都出了很多精神 不要說力 大舊有很多事情要搞的 他每樣都要快的 人民公司的華力就來 我知道 然後普羅說 最好裝修完開貨 怎麼開呢 裝修完就開 大哥 開了一些短期課程 我們遲些會定個黃道吉日 普羅政治學院 開張大吉 做個開張禮線 開幕式 開幕式 看一下 上面不能裝到多少人 我們可能去酒店做 不要緊 現場就可以了 那些人可以分班來的 還有要說到翁文 因為很多網民要求 新立法會大樓 我和翁文未大過團 我們現在安排 我經常大團 公開未 公開未 什麼叫公開 我經常都大學生大學 我知道 但是我們自己人力的支持者 和人網的支持者 好像上次舊立法會大樓 我們現在安排7月 總之立法會17日後 開完會就暫停了 總之17日之前 我們安排一個星期六 現在還未知道7日 還是星期六 分批 我們就會由早上9點半開始到12點 每半個小時一批 我們稍後會公開 我們兩個輪流 我們兩個輪流 好像上次一樣 整個團一小時 我們一人帶一團 半個小時一團 可以輪流交叉一個 總之我們稍後公佈 所以要來參觀新立法會大樓的朋友 我們7月會安排一日 現在和立法會比出席時間 預告先 我停你們了 因為大家明天早上又要奮鬥過 無謂在這裡 8點半 開到明天晚上10點 各位聽眾將就下 過完這期 接著又有另外一個大戰 13個小時 好 禮拜四再見 拜拜 拜拜 見 recogn麽呀 我們一定會死 不抬心 開到明天明或是 快點去 父母 五步 請來 兩轉 我金天 心自措, 可解父子本一對, 欠落人家家諧, 明明你規卻死賊。 妹妹到老地, 爸爸帶孩子, 返去台灣, 接受打工開領訊, 爸爸帶孩子, 返去台灣, 不願你每一膽的手下。 乘世人家可有公理, 或是其身安華念編, 乘世人家可有真相, 我們全部考山西馬。 乘世人家可有相, 亢難夫子這一隊, 看了成家鬼席, 全部養蟲和欠仇, 要叫媽媽保護你。 爸爸吃鞋子, 返去台湾, 接受那东海领寻 爸爸吃鞋子, 返去台湾, 看我你每日真相太过 爸爸吃鞋子, 返去台湾, 接受那东海领寻 爸爸吃鞋子, 返去台湾, 看我你每日真心太过 我愿见有一张献甜美